安卓拉贝比的真小名字是杨颖,并且贝比在现在的演艺圈中,也算是一个比较活的明星,而且众所周知的,她的相貌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在之前她曾遭到过她同学的出卖, 也就是说在上学的时期她的照片批发到网上,当发到网上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在质疑,这照片真的人和娱乐圈中的贝比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都知道的是贝比刚出道的时候,她是作为模特并且她在模特圈的时候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位模特,而且据网上爆料所知,贝比出道前经常在夜店里混,而且很多的时候都带有照片, 并且她的行为直指的尺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令很多贝比们的粉丝也是心寒,而之前最受打击的就是贝比的一个老同学,将他们上学时候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这里很多人都表示疑问,这与现在的贝比的长相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同, 在此同时众所周知的凤姐在微博上也把自己的旧账和贝比的旧账两个进行相对比较,并且还说如果我戴一个牙套的话那么,我也可能长成像贝比一样的美女,很多人都对凤姐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屑,在这种时候落水的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吧? 对贝比来说,她以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并且她签议了日本的一个经纪公司,更加多的开始接触了更多的片约, 对于很多人不好的印象,便是她的感情不适,特别的简点,时不时的话难有, 只是令很多网友感觉,倒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而到了后面,她在这个行业也是逐渐的变得不好,于是她就只能作为一个美妆博主, 到到后到后面,她就在内地接受了一些电视剧的配角等等,于是就到了现在认识了黄教主,并且她嫁给了黄教主, 于是她的下半生,便开启了开挂的模式,由于黄教主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她开始参加了众所周知的综艺节目讨拿,并且在这个时候,她积累了一些名气,又参演了一些知名电视剧的主演, 而在这时候,她也曾有着扣图用替身的臭名,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她也是非常的努力,尽管她拿着片筹,不得不说是非常的高, 而对于以前的照片相比,baby不得不说是长变了,而且她同时还有着黄教主的资源与财力, 她能够拿得到许多人很努力,都拿不到的东西,就不得不说是非常一个大的打击, 而且据传闻,有媒体在采访张嘉义的时候,如果一个同行没有演技,并且同时没有实力的话, 却能拿到到几千万的片酬,她是怎样认为这个的,而她的回答却是说,没有办法,我们不红嘛,不得不说, 这是一句真正很让人心发的话,对于现在而言,baby是娱乐圈众所周知的一个漂亮的女性, 但是相比较她之前的照片来说的话,真的是长变了,但是到底变得是怎么样,我们都是不得而知的, 就因为,这样baby也曾经学发冰冰一样去专业的阵容机构检查, 她是否自己到底整个容没有,而这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也是不知道的。